歷經一個多月的廝殺較量 NBA季中錦標賽 終於要迎來最終的 冠軍決戰 一場定生死的頂尖對決 要有胡仁跟六馬 這兩支球隊來一絕高下 雙方看板球星 LeBron James has a history button 可是相差十六歲的 跨世代比拼 正所謂先禮後兵 Haley Burton表達完 對老Brown的偶像崇拜之一後 接下來就要大殺四方啦 因為哈利波特最近狀況是超級好 八強賽以來 場均二十六點五分 十四助攻 重點是零失誤 不過另外一邊 LeBron也是很誇張 布勞姆斯真的不是叫假的 八強賽以來 場均是三十點五分 九點五助攻 只發生兩次失誤 而且三分球命中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整個團隊對於季中錦標賽 更是展現出自在必得的 多關鍵 看來多數風向都是倒向了胡人這一邊 但也別忘了六麻 就是在一片不看好的狀況下 屢屢打破眾人的眼鏡 接下來還能不能創造驚奇 或是胡人可以如願 先用季中錦標賽冠軍 來激發出年度的爭冠氣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